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场各位伙伴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是爱说故事的陆爸爸 在台湾说了八年的故事 走在一圈台湾 这八年来 说故事就是我的工作 我爱说故事 我是个说故事的爸爸 在八年前 我中年失业来到了台中 我今年46岁 那是因为失业的关系 我社区的阿公阿嬷 每天早上把所有的小孩跟孙子 没有上学全部送到我家客厅 陆先生你失业了吧 没事帮我带下小孩好不好 不要去买菜 到人家敷清目凌 突然我发现阿公阿嬷买菜的时间 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有时候一个早上都没有回来 我发现原来我会说故事 原来孩子爱提故事 这八年来所有教会我说故事的老师们 全部都是这六万多位孩子 教会我怎么说故事 陆爸爸你为什么要说故事 我很简单 99年跟102年 上天剩给我两位宝贝 我们家不是个富裕的家庭 只是一般小汉的家庭 可是我两个孩子从小不缺故事 从带来肚子 妈妈肚子的时候 就开始贴着肚子给她说故事 到现在 我好希望全台湾每个地方的孩子 都有游泳听故事的权利跟幸福 有一年我去了 八年少年的原住民少年和同志家 当时有一个当时二年级的小朋友 他时依时亲看到我来 去说故事 你来做什么 我来说故事 调听吗 我竟然满足你的需求 当天早上 我从9点做到中午示范结束 到下午4点回到台北 过了一段时间 他托我主办大会 借一封信给我 玉特老师 把你的才能做成竹剧盘 就因为这两个简单的原因 让我愿意继续说故事 接下来的八年 十六年 三十二年 以及说故事 是我这一生最后一份工作 台中楼外 孩子叫做米勒 米勒从小不被看好 因为他的外形 他的血型 都不是很OK 有一天老师突然对米勒说 米勒 你的那个画作图画被入选了 下个礼拜要挂在楼下想画了 米勒好开心的回家跟妈妈说 妈妈特地请她吃了晚餐 到底要挂画那一天 老师拿了一个卡片给米勒说 米勒 这个你要写一个二十字的心得 就是创作圆米 然后要贴在画的下面 米勒为了举头好亲切 他想又想 涂了又涂 改了又改 终想 米勒来不及了啦 要挂了 全班别班都挂出去了 来来来来 那个换你 你的画出去好了 就把米勒的卡片收回来了 米勒当时把他挂着妈妈痛哭 妈妈说 没关系米勒 我们把你的画表成一个框 挂在我们家客厅 米勒抬起头看着妈妈跟他说 妈妈 我不是我的画要被看见 我希望我被看见 后来我跟各位妈妈说 妈妈 你把米勒的画全部收集给路爸爸 有一天 当这个画作完成的一天 我要把它编成一个故事 在你学校 告诉全班的同学 全班同学说这个故事 而这位作者叫做 米勒 而米勒目前原来 结局在画地中 台中有个地方叫 台中御医院 当地有一百多位 诗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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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度症状的障碍的孩子 我每个月都会去 谁跟他们说故事 有一天有个孩子 他国三的 他从小出生 大推幅 他从地下爬 爬行的到国三 他怎么身高才这么高 有一天我去的时候 他坐在草地上看天空 如果把你来了 对啊 你陪我坐好不好 好啊 我坐在他旁边 你再坐低一点嘛 好 我再坐低一点 你再坐低一点 我再坐低一点 当我跟他坐同学高度的时候 他问我一句话他说 你们大人 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 看过世界对不对 当时我怕跳起来 老师好 你才是老师 我是学生的 不 你教会我好多东西 有一年 我跟一间公司 要我拜承圣诞老公公 去一个偏向部落发 儿童节的礼物 叫不要好兴奋 哇 大排床楼 前面是高年级的孩子 我拜承老公公 住在这个地方 孩子要跟我说个愿望 然后我给他个礼物 旁边两个主管在那边拍照 做记录说他们有来送礼物 一个六年级的孩子 到我面前 迫不及待把礼物拆开 啪啪啪啪啪 其实我也不知道 您是什么东西 他打开之后一个电子票 因为我觉得还不错 各位 这是我见过 唯一感知的 圣诞老公公 我鼻子痛骂的小朋友 孩子都变骂 你为什么送得比去年的台差 蛤 那如果我跟老公公 为什么夾他捏他 加油加油 命运继续加油 各位 更恐怖的是 他后面的同学他说 没关系啦 下个月 另外一个基金会的老公公 可能会送得更好 各位了解我意思 现在的孩子 不再是需要我们 给予很多很多东西 而需要养肢 陪伴 我不知道训练孩子 从来说故事的人 我是借由故事去陪伴孩子 发现孩子心中的那位孩子 以及所有成人心中的那一位孩子 我们总是做事做礼拜 我刚前面听各位介绍 好开心喔 我觉得今天是上天安排我 我们来为他聚会 有第三个伙伴 谢谢 因为我七月份要去比赛 而且第三个国中小孩子 给我最大的鼓励 有少官所的志工 其实这个投影片很早就做好了 这个投影片就是为了要少官所做的 有一年我看到一份报纸上面写说 多一间书局少一间监狱 哇 好棒的概念喔 台湾捐书很快 啪 书就有了 可是我总觉得手像什么东西 这群孩子没有阅读的能力 没有阅读的动力 没有阅读的乐趣 送了再多的书给他 其实我们真的只做了一半 各位 偏向现在其实不是这么的缺资 而是没有资源整合而没有陪伴 如演讲成偏向的孩子 手心向上而不懂得什么 手心向下 反正我在偏向你们儿童就要给我礼物 中秋就要给我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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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今日都要给我礼物 各位 真的需要陪伴 而我们中间只做了一半 这是我今年在我们绿川说故事 我爸爸这几年来 把说故事变成不是一件说故事 走在河流中说故事 绿川世纪说 我办绿川世纪好啊 那我们就走进绿川说故事好不好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在地的故事 五位人六年级的孩子说 小朋友 从小到大 你读过的故事里面 有出现大爷拿来请举手 全班举手 但是三十小竹不能说放下一半 七十小孩不能说放下另外一半 小红毛不能说全班放下 各位 我们读了太多的经典故事 可是问孩子 你旁边的土丢公表的故事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知道那个大龙书的故事吗 不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男团老贱 每天都要换钱 要去缠了个人 穿餐甲换行吗 不知道 各位 当我们的孩子 不认识自己在地故事的时候 不认识自己故事的时候 各位 这些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办 我是因为一个大义的孩子说 你大义心生要自我介绍 如果今天你要介绍内容 不可以是老师手上看到所有的资料 你要怎么介绍 蛤 那就没了呢 各位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我这几年来只希望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推动 创造神人 人见面 梦想 串联梦想 用孩子去教育孩子 这是我永远 则帮你来学习到的最重要的养修画 梦想的蛋猪 很多人很怕跟五六年级说故事 我最喜欢跟五六年级阿公阿妈说故事 去年六月 有一个偏乡的学校 要我去跟六年级的孩子说故事 各位 六月跟六年级说故事 基本上就是个放空的时间 对不对 我到了那个体育馆 管理官阿伯看我放好道具之后 说 各位老师你来做什么 我来说故事 跟几年级啊 我说跟六年级 我那个急 那个字都还没有尾音消失的时候 那个阿伯就说 魔鬼 他们是一群魔鬼 阿伯没多苦 他们亲自多少 老师你知道吗 魔鬼 当时那些孩子走进来的时候 每个人走路很直才看我的道理要直到 很幼稚 我六年级很幼稚听故事 啪 坐下来了 主任很凶 主任走进来 嘴巴口哨 逼撞 等下我妈说故事 该笑就笑 该鼓掌就鼓掌 好 各位 接下来我完全没有做管理秩序的动作 我从来没有说 叫不叫做好啊 听我说故事了 这样我永远做不完 我开始 就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第四个故事把它说完 当我说完之后 这群孩子给我最棒的回馈 不是学习单 我这罢名来说 故事没有开过一张学习单 因为说故事不是考试不是测试 是个幸福温暖的交流 这群孩子给我最棒的回馈是 那个站起来 他不太会吹 那时候 吹口哨 那别人走在我前头 又要打我 又高又壮 吹着我的肩膀 有冲息 我咋吹 我就走掉了 我相信了四十分钟 我在那边海底 建立了一个不同的管道 不同的沟通的温暖的交流 我常常在想 目前有多重 它可以很重 可以很轻 当你觉得它很重 它这个打好的工作 因为它非常严肃 要准备好一切才往前走的时候 各位它就真的很重 当你边走边去发现 边走边去探讨 边走边去摸索 边走边去寻找的时候 各位 梦想真的不重 而且坐在眼前 没有啵啵都出现任何的可能 说故事是最好的黏着记 我爷爷啊 每天在这个城市里面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总是看到一些人家不要的东西 丢的乱七八糟的 有一天 老爷爷来过了一座山上 他从来没有来过这座山上 好舒服啊 老爷爷请到了一个坏掉的电话 哎呦 这个电话坏掉了是谁的 银路也坏掉了 他就回说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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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响了 哈哈 坏掉了电话会响 嘟 喂 我是老爷爷你哪位啊 你坏掉了电话坏掉掉了是不是啊 是你啊 哎 哎 没怎么在电话里啊 哎 我给你讲啊 这些年都是我一个人在城市里面走啊 我好孤单啊 我好想你啊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一起吃晚餐啊 我今天生日了 好 祝我生日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别把电话挂了之后 他没有把电话拿走 他又把电话放在了山上 猫头银鼎弟弟最喜欢放假所来到山上来了 呜 放假所来到山上感觉真好 他一开到这种坏掉的电话 好 电话坏掉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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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想哎 喂 我是猫头银鼎啊 电话坏掉了是不是啊 哦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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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在電話裡啊 哥哥 我想你耶 媽媽說 你去了好遠好遠的地方 旅行要好久才回來 哥哥 你怎麼說差完了呀 哥哥 你早現在回來 我說的完全全部都給你 我不跟你搶遙控器 我這紅色拉筆都給你 我真的喜歡紅色的對不對 哥哥 你怎麼說差完了呀 哥哥把電話掛了之後 他一個把電話拿走 他把電話放在了山上 小羊媽媽最喜歡吃到晚餐之後 到山上來散步了 唉 當山上來散步的感覺也好 小羊媽媽也看到這個電話 噢 電話壞掉了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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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唉 我是小羊媽媽呀 你好累啊 孩子 孩子 你怎麼在電話裡啊 媽媽好想你耶 媽媽昨天晚上要抱著你 把我說故事給你聽 你有聽到嗎 媽媽把電話掛了之後 媽媽把電話掛了之後 一樣把電話放在了山上 各位 剛才那個故事 叫做風的電話 有時候說故事的人 比聽故事的人更容易感動 也是一種自行 一種修煉 一種生活態度 在這段故事的過程當中 我認識了好多好多溫暖的夥伴 我認識了好多好多 走在這條夢想上面的不同的夥伴 好 後面一直在閃 當閃流八不是數字的時候 它是個夢想的開始 有故事的人才能看到別人的故事 我總得相信一件事情 不是我們準備好開始說故事 才開始去說故事 而我們人的一生中 隨時都有故事 從前從前不重要 過著幸福快樂生活不重要 而中間的過程才叫做故事 為何台灣的孩子缺少故事養分 各位 如果現在你手上有個便當 要不要孩子準備一個故事便當盒 他吃了之後 怎麼樣讓孩子能夠閱讀成長 營養加分 有個媽媽跟我說 我想放一點白紙代表白米飯 放兩隻筆代表筷子 放個望遠鏡代表荷包袋 我希望我的孩子多觀察 多紀錄 多去探險 如果你手上有便當盒 要不要你的孩子 你的家庭 你的社群的團體 設計了手上的故事便當盒 有一天我的孩子在跟媽祖倒盪 神啊 我不想當夢寶寶的孩子 我在旁邊聽到 差點沒有崩倒 為什麼 因為你永遠都在外面 跟別的孩子說故事 各位 我就是一個說故事的爸爸 說故事是我這一生 最後一份工作 謝謝各位 謝謝 今天可以再給路寶寶再一次 馬上提到 好 我剛剛聽完超級感動 其實我還沒有 他還沒上台的時候 我跟路寶寶講話 我就已經